《隋唐第一猛将》 《清朝学者楚人霍》所写的 但他跟三国演义一样 被很多人当成正式来部 在小说中隋唐时期武功最高的是李渊霸 他的兵器是一堆铁锤 据说一共有八百斤重 堪称当时第一高手 宇文成都 裴元庆都拜了他手下 但这一切都是小说 历史上真正的李渊霸是李渊的第三子 而小说中却变成第四子 李渊霸原名叫李玄霸 为了避讳康熙皇帝玄业的名字 就改成了李渊霸 跟小说中一样 李渊霸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历史上他于公元618年去世 年仅15岁 而李渊起兵返随 是在公元617年 第二年他才开始打天下 所以李渊霸根本没机会到战场上显微 李渊霸是虚构人物 但在隋唐时期有个真正厉害的猛将 他是有史料明确记载的 此人就是秦淑宝 跟小说中一样 秦淑宝十分骁勇善战 秦淑宝原本是隋唐将领 后来投奔王刚在李密 再后来又投奔王世冲 最终投奔了李世民 历史上他用的兵器是一杆长枪 并不是小说中的金箭 他的作其实一匹神马 跟小说中一样 根据有杨杂组的记载 秦淑宝所称马号胡雷伯 长饮已久 美于月明中士 能守月三岭黑栈 吉胡公族 思明不识而死 秦淑宝拉匹马叫胡雷伯 还会喝酒 能跳过三层楼房的高度 后来秦淑宝去世 赤匹马绝食而死 秦淑宝在王世冲麾下时 李世民前来攻打 差点败在秦淑宝手下 根据史料记载 秦武为永利决人 其所将枪于月长治 出从太宗为王冲于洛阳 持马顿之城下而去 城中数十人 共拔不能动 面对李世民进攻 秦淑宝把爱自己的神枪插入地下 李世民派数十个人都拔不出来 可见他神武非凡 所以秦淑宝背后人当初门神 是完全符合条件的 秦淑宝虽然厉害 但却在玄武门之变中战错队 确切地说是他没有战队 也就是没有帮助李世民杀两位兄弟 这也算明哲保身吧 所以后来他的林燕阁二十功臣中 排名倒数第一 秦淑宝才是真正的隋唐第一猛将 但因为李世民把他的排名靠后了 所以后人也低估了他真正的实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